稍微汆燙過的魚肉 外皮Q彈裡頭保持滑內肉質 切成生魚片 再佐飲柚子醬等醬料 使用的和石斑魚 是日本長期縣生產的石斑魚 當地人常吃 在臺灣的日料店也能吃得到 聽到中國近臺灣石斑魚 有日本魚廠業者願意伸出援手 日料店業者Toku表示 還沒有用過臺灣石斑魚入菜 特酷分析臺灣石斑魚中的龍胆石斑 青斑或老虎斑等魚種 在日本當地並不常見 因為是近海養殖 日本人擔心會有寄生蟲問題 兩種魚比一比 臺灣石斑魚皮厚帶Q 肉質緊實彈牙 和石斑魚肉質細嫩 富有膠原蛋白 在日本還被稱為夢幻魚種 而如今臺灣石斑魚要在日本行銷 要如何打開當地大門 如果這一個魚來到日本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創新的料理 然後也可以做天婦羅 然後也可以用炸的 然後也可以用清蒸 或者是就是做這個火鍋 火鍋料理 這樣子是蠻不錯的 儘管石斑魚不是日本人 習慣使用的魚種 但期盼在肉質細膩特點下 能在當地拓展新出路 經新聞謝偉 謝洪瑞採訪報導 你剛才說到這個是天 filmmaking 就可以贏了 我現在說到天ICK 我進入散播了 十分快風 有一點 有一點 如果常常臣 做的 我覺得